好 接下来呢 我们有去世 今天去世 第一个去世是 问年龄 海队 问年龄海队 爱 包妞队 爱 包妞队 爱 是谁 这里里填一个人 包妞队是多少 然后队呢 是岁 包妞队是多少岁 但是呢 越南语的问年龄跟汉语问年龄 是不一样 请看一下例子 你们发现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好 汉语里呢 我们问年龄的有分的 比如你对小孩子问年龄 跟你对长辈问年龄 是不一样的一种 问法 是吧 比如说你问那个长辈的话 你们应该用什么呀 你不能说你妈妈今年几岁了 是吧 就是显得很不礼貌 中国人还是都不会这么说 然后呢 你问你弟弟啊 弟弟很小吗 几岁四五岁的话 你也不会 你弟弟今年多大年纪了 对吧 但是呢 问年龄的时候 越南人没有分的 就是一样的 只有一个文法 就是 bao nhiêu tuổi bao nhiêu tuổi 就是 多少 所以 那么多大年纪 那么多大年纪 这种 问年龄的话 你可以用于任何的人 没问题的 越南语 没有汉语 分得那么清楚 好 接下来我们有个小练习 你们看一下 这里有个趣事 我们练习一下 这些文法 这个文法 này 北人 中的语� 到底这是 27 tuổi 27 tuổi 我去找到地的方法 我去找到地的方法 em út em út 15 tuổi 15 tuổi cô giáo cô giáo 就是老師 女的老師 叫 cô giáo 31 tuổi 31 tuổi 好,那现在你们来读文 你们能够答 好吗? 我们开始吧 ông nội bạn năm nay bao nhiêu tuổi? ông nội bạn năm nay bao nhiêu tuổi? anh cả bạn năm nay bao nhiêu tuổi? anh cả của bạn năm nay bao nhiêu tuổi? em út của bạn năm nay bao nhiêu tuổi? em út của bạn năm nay bao nhiêu tuổi? cô giáo bạn năm nay bao nhiêu tuổi? cô giáo bạn năm nay bao nhiêu tuổi? 好,我会读文 我会读文 我们再来读文 ông nội bạn năm nay bao nhiêu tuổi? 读文 ông nội tôi năm nay 85 tuổi? anh cả của bạn năm nay bao nhiêu tuổi? anh cả của tôi năm nay 27 tuổi? em út của bạn năm nay bao nhiêu tuổi? em út của tôi năm nay 15 tuổi? cô giáo bạn năm nay bao nhiêu tuổi? cô giáo tôi năm nay 31 tuổi? cô giáo bạn năm nay đbak于 là créd cho Dol инструмент này được l aspect ạ là they nói với người deux câu questão 第2 câu 这个呢 有这个括号 意思就是 你们在口语当中呢 你可以把这个口去掉 就是省略 那个口也可以 没问题的 意思都不变 也没有贬义还是暴义的意思 只是你习惯而已嘛 好 我们看一下例子 这就是我们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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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就是我们的朋友 你们看一下这个 是不是 就放在这里 但是呢 越南语是放在中文 这个特别是这个 这个 không 这个 không 等于不 phải không 是是不是 但是那个 không呢 一般都是放在句尾的 然后如果是对了 它是对了 也就是说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你要否定它的 我们有三种说法 你可以说 不 你也可以说 不对 你也可以说 不是 这就是 不 姨子 我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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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这有什么人爱你吗 这有什么人爱你吗 看这个是什么 我会不想说 如果说文就说话 有什么人爱你吗 是吗 是吗 这有什么人爱你吗 对 这有什么人爱你吗 这有什么人爱你吗 这个越南语 越南语越是指你的男 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这个越南语 它就是没有体现 里面没有性别的 如果你是男的的话 你说越南语都肯定是一个女的了 如果你是女的 说越南越越多一定是一个男的了 一般正常的学习这样子 如果是对的话 如果是对的话 如果是不对的话 怎么说呢 不 不对 不是 我们看有个问题就是 我们用了那个否定词的话 有三个 这个三个 哼 哼轮轮和哼反 你可以任选一刻来回答 但是呢 后面那个句子 你再确认一下那个心情的话 你只能使用哼反 哼反 好 那现在我们有个小联系 老师说中文 你们说越南语 好吗 好 准备好了吗 开始吧 你 是不是中国人 你是不是中国人 对 对 我是中国人 对 我是中国人 对 对 第二次 这是你的 对 他會選擇自己的 caracter 他可以說話 這是你們的男友嗎 你發售的朋友嗎 有一個男友的女友 他可以做一下 他可以說一下 他可以問一下 有一個男友 問一下 他是用一個女友 來詞文 這就是你 他有一個男友 有個女友 两种说法都对的 有人选一个 不是 这儿不是我的弟弟 但是这里呢 我们有三种否定 你们还记得吗 哼 哼龙 或者哼法 都可以 实际上 这儿是 独立的 就是这种不 这儿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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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不是 你跟修士 老师 你跟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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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說呢 我們什麼說呢 有老師 我答应了,我个个是老师 同学们,你们已经掌握好了 越南语的是非问题了吧 我们有三种说法是不是 第一呢 第二呢 这是主要的 然后呢,如果你们在口语方面上 口语里可以把这个歌去掉 好,那现在我们再看一下课文的内容 我们从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课文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掌握好 生词和句词是吧 那现在所有的生词和句词 我们再来课文的内容 我们再来课文的内容 我们开始课文的内容 我们再来课文的内容 我们再课文的内容 我们再课文的内容 第一个课文的内容 第一个课文的内容 我们再课文的内容 我们再课文的内容 我们再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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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ore 李宗监 이 他说这是哪个词 小诱说 这是我爸爸 Company 这是你的词 这是你的词 对,这就是我的大姐 旁边是我的二姐 我们再来一边,这就是没有二姐了 哈 ơi,这就是我的大姐 这就是我的大姐 这就是我的大姐 我们再来一遍,这就是我的二姐 这就是我的大姐 这是我的大姐 关注我的大姐 etz是我的大姐 先让大家再往过就 那是我的大姐 3. 家张有哪个人? 4. 张有哪个人? 5. 张有哪个人? 现在,老师会给你们 念了一段会话 然后呢,你们边听 边回答问题 老师会念两遍 所以同学们认真去听 边回答问题 chào các bạn mình tên là张 năm nay mình 22 tuổi nhà mình có 4 người bố, mẹ, em trai và mình em trai mình là sinh viên năm nay em ấy 19 tuổi 第边 chào các bạn mình tên là张 năm nay mình 22 tuổi nhà mình có 4 người bố, mẹ, em trai và mình em trai mình là sinh viên năm nay em ấy 19 tuổi 好,我就会读给大家 数4条到分之内了吗 我看他在那 看他在那裡說我沒有 第個問題 1. 年來張三十多歲 年來張二十多歲 2. 張有女生嗎 張 không有女生 3. 无所谓和庚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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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希望你们都答对哈 好 那今天我们的课堂到是结束了 希望通过这个课堂 同学们可以掌握到 去问年龄 然后怎么去跟别人称呼 这个跟别人称呼 跟别人打架到的时候呢 你们跟他们称呼的方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要再强调一次 所以呢 你们不要把各种称呼法婚小 这样的话会给别人拿玩笑的 所以你们很小心哈 好 谢谢大家 已经参加我的课堂 感谢大家 再见